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羽衣甘蓝菜肉馄饨 羽衣甘蓝的英文是Kale,有好几个品种 因为它具有多种维生素并且有丰富的纤维,在市面上非常受欢迎 据说目前是最健康也是最流行的健康食品之一 我家里今年种了4颗,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种了 羽衣甘蓝的吃法很多,今天我们来做菜肉馄饨 另外再做一个凉拌菜 屏幕上这些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材料 羽衣甘蓝的重量我没有写,但是我后面会仔细的和大家交代为什么没有写 而且怎么样来衡量这个羽衣甘蓝就已经够了 我们先把生姜切成小块 然后把姜汁挤出来挤在这个肉馅里头 现在我们分几次,慢慢的加入鸡汤 我这里先加了两汤勺 然后使劲的搅拌 前后我一共加了四汤勺的鸡汤,大约一共60毫升 搅拌的时候尽量朝着一个方向用一点力气快速搅拌 现在加入盐还有生抽 同样的还是朝着一个方向用力的搅拌 现在来加一点胡椒面,这个只要少加一点点就行了 然后同样的还是用力的搅拌 现在我们来加一点葱花 葱花留一点点后面用 然后加一汤勺的香油 还是用力搅拌,这个搅拌很重要 你现在来看看搅拌到什么程度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肉馅非常的粘稠 我们把它盖好放在冰箱里头冷藏 羽衣甘蓝的杆子比较硬 稍微长大一点就可以感觉出来 当然嫩的时候就不会这样 我们把靠近底下的叶子摘下来 上头比较嫩的地方连杆子一起摘下来 摘下来的叶子把它洗干净 现在烧一锅开水,锅里加点盐,再加几滴油 把洗干净的叶子烫一下,不要烫的太久 颜色这样变成翠绿的就可以了 烫好的叶子捞出来浸泡在凉水里 挤去多余的水分,然后放在食品机里把它们打碎 如果你喜欢有一点嚼头的那种口感,可以不用打得太碎 再次把菜里头多余的水分挤掉 现在我们来看看到底要用多少菜 我觉得菜肉馄饨的比例菜和肉是1比1比较好 当然这个是要看它的体积而不是看它的重量 现在把菜和刚才调好味道的肉馅搅拌在一起 我们刚才肉馅的调味是比较浓一点的,所以现在不需要另外给菜馅调味道 搅拌均匀以后最后加入30毫升的油来搅拌 这样可以锁住它的味道和水分 因为菜肉馅饨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包的比较大 所以馅饨皮选大一点,稍微厚一点的比较好 买来的馅饨皮因为稍微的硬一点,而且表面的粉比较多 所以不太容易粘在一起,我们就把它的三边都抹上一点水 现在我们来把中间加上馅料 馅料可以多放一点,但是尽量不要放得鼓鼓的 把它压得扁平一点,等会比较容易包 对折把它捏紧,因为边上抹了水,所以很容易就捏在一起了 边缘折叠一下,把这一头沾一点水 你可以用手指头把中间部分往里推一下 然后把它捏紧,这样一个馄饨就包好了 这是包好的一整盘馄饨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汤,我用的是买来的鸡汤 你也可以用自己烧好的高汤 鸡汤里加一点盐把它烧开 我们来打一个鸡蛋,把它煎成薄薄的蛋饼 然后把它切成条,锅里烧开水,水开以后下馄饨 下好了以后,用铲子沿着锅边轻轻的铲一下,防止粘底 然后加盖,把它烧开,水开以后再轻轻的搅一下 现在我们来加一杯凉水 然后加盖,继续大火烧开 看到馄饨一个个的都鼓起来了 看上去这样,馄饨就好了 碗里加葱花,加一点素食紫菜 再加一点香油,倒入烧开的鸡汤 现在再把煮好的馄饨盛盛进去 加一点鸡蛋皮在表面 一碗热乎乎的鲜美的羽衣甘蓝菜肉馄饨就做好了 我们把它舀开来看看 鲜嫩的羽衣甘蓝和猪肉碎的完美结合,非常好吃 多出来的羽衣甘蓝,加一点盐,香油 另外再撒一点芝麻,就是一盘非常好吃的小菜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